大家好,我是老乌条 老乌条带你去看 没看过的佳作、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知道老乌条 今天要看的是一部小说改编电影 《时间机器》 小说上映于1895年 在当时的时代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一百多年之后 由梦工厂出资搬上了大萤幕 本片讲述的是一个穿越80万年的脑洞电影 男主大猫是一名大学的物理教授 在学术界也算是小有名气 同时也是一名科学狂热分子 对物理研究达到了痴迷的地步 在他看来 时间穿越是有可能实现的 不过在其他人看来 认为都是在幻想 这不仅没有打击到大猫 反而更坚定他研究的信心 于是打算自己研究时间机器 这一天大猫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研究当中 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向女友求婚的日子 匆忙打扮之后便跑出了门 此时的女友小芳已经等待多时 面对大猫的迟到 小芳并没有责怪他 对于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 也因为大猫对科学的痴迷才喜欢上他 两个人找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大猫掏出了准备多时的婚戒 正式的向小芳表达了自己的爱意 希望可以和他共度余生 小芳很开心的答应了大猫 并带上了准备的婚戒 正当两个人沉寂在幸福的甜蜜时 从黑暗中出现了一名劫匪 他要抢走两个人身上值钱的东西 包括小芳手上的婚戒 而小芳誓死不愿意交出戒指 在打斗中手枪走火 不小心打中了小芳 突如袭来的灾难让大猫错不及防 也正因为这件事情 让大猫的人生出现了一天转折 在之后的四年时间里 大猫每天都沉浸在科学研究当中 发誓一定要研究出来时光机器 对于朋友的劝告也置之不理 好在大猫的研究成功 成功制造出来一台真正的时间机器 他打算利用这台时光机器穿越到过去 拯救自己心爱的小芳 依旧是那天的晚上 依旧是美丽的小芳 为了避免小芳出现意外 大猫让小芳回家不要出门 就在大猫要为小芳买鲜花时 意外还是发生 小芳被失控的蒸汽车碾压 小芳再次离去 让大猫陷入了沉思 他认为穿越的时间不对 他需要穿越到未来才能找到答案 于是再次启动时间机器 只见周围事物瞬息翻变 时间飞逝 高楼崛起 天上出现了飞机 太空出现了卫星 就连月球上都出现了基地 此时的大猫来到了2030年 未来的科技令他惊讶不已 为了寻找答案 大猫来到了纽约图书馆 此时的人类不再需要看书 只需要咨询何能虚拟人就可以 虚拟人的资料库 拥有所有的书本知识 不过面对大猫的问题 虚拟人还是无法解答 根据目前的科技知识水平 时间穿越依然只是设想 根本就无法实现 无奈的大猫只能接着前往遥远的未来 时间机器刚启动没多久 便停留在了2037年 此时的地球出现了千所未有的危机 人类月球殖民计划失败 本想在月球炸出一个地下空间 却不小心把月球炸得支离破碎 现在月球已经脱离轨道 所有人类都要前往避难所 在混乱中大猫再次启动了机器 爆炸的动荡撞晕了大猫 时间机器就这样自己全速启动 时间机器外的环境快速转换 一会变成废墟 一会变成荒漠 一会变成森林 然后又突然变成了冰原 在短短的几分钟领略了时间的变迁 世界也从废墟中重新焕发生机 当大猫再次醒来时 它已经来到80万年之后 停止时间机器后 它再次混倒 好在被善良的洛伊族二亚拯救 在二亚的细心照顾之下 大猫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此时的人类居住在悬崖上 科技文明已经退化到原始文明 这令大猫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并且这个时代的人已经忘记了英语 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懂英语 而这个时代人类对以前的历史毫不知情 可以说对过去一无所知 就在当天晚上 大猫从噩梦中惊醒 梦到了一个可怕的实相 令他感到奇怪的是 洛伊族所有人都会做相同的噩梦 第二天二亚带着大猫找到了时间机器 二亚请求大猫带走自己的弟弟 因为在这里弟弟过着朝不宝夕的日子 还没等话说完 基地传来的惨叫声 一群可怕的怪物从地下钻了出来 这群怪物身强体壮 十分敏捷 没过多久便捕获了一大群洛伊人 惊慌的洛伊人四处而逃 没有一个人反抗怪物 勇敢的大猫救下来弟弟 自己却被怪物给盯上 这怪物死追着大猫不放 就在要被掐死的瞬间 森林中传来了撤退的嚎叫声 也因此大猫躲过了一劫 二亚却没有那么幸运 被怪物拖到了地下 在场的洛伊人眼睁睁的看着事情发生 看着自己同样被拖走也不出手相救 在他们看来这都是自然规律 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反抗 千百年来洛伊人一直被怪物当作食物 洛伊人也一直遵守这个规律 为了营救二亚 大猫在弟弟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洞穴 据说这里可以找到怪物的一些线索 而这个洞穴就是2030年的纽约图书馆 何能虚拟人一直处于静止状态 他也很久没有见到过人类 根据他的资料显示 月球爆炸之后 人类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种族 地下一族本打算地面适宜生存再上来 几百年后却发现已经适应不了地面 只能永久的待在地下 之前有逃出来地下人类 从他口中知道了地下洞穴的入口 当他来到地下洞穴时 怪物并非想象中的动物 地下的建筑证明他们是有一定的科技文明 至少要比地面的发达 令人悲催的是 大猫还是被抓了起来 被扔进了一个地下房间 二鸭也被关在这里 在正中间坐着一位白发男 白发男是所有人类的领袖 他可以控制所有人的行为和思想 自从月球爆炸之后 人类分为两派 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 想要生存下去 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于是地下的怪物成为了猎手 地上的则成为了食物 而他作为控制中心掌控着一切 严格的遵守逝者生存法则 控制两个部落的数量 倘若这个世界失去规则 用不了多久 人类就会消失 并且他知道大猫的来历 也知道他制造时光机器的目的 他很肯定的告诉大猫 大猫是无法改变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如果没有小方的死 大猫也不会制造出来时间机器 小方的死是必然实践 时间机器也是这件事件之后的产物 小方的死决定了时间机器的存在 如果小方没死 也就不会存在时间机器 现在时间机器已经存在 小方的死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即使大猫一直穿越 他也无法拯救小方 得知一切真相之后 白发男还给了大猫时间机器 并让他离开这里 而此时的大猫不愿让洛伊人成为食物 在时间机器启动之后 拉进了白发男 经过一番打斗 白发男消失在时间洪流之中 紧急着大猫来到了六百多万年之后 此时的地下一族已经统治了世界 洛伊人依旧是被吃的对象 经过一番深思 大猫乘坐时间机器来到了二压时代 救下了被困的二压 用怀表卡住了时间机器 在最后关头爆炸 爆炸带来的时间洪流毁灭了地下一族 最后只剩下洛伊一族 而大猫和二压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大猫已然决定留在这个时代度过余生 电影结束 本电影最后结尾不太合理 简直就是为了美好结局强行概括 不过整体而言还是非常棒的一部电影 非常值得一看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看更多电影介绍 点击订阅关注 我是老条 持续更新 拜拜